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 旁晚好 欢迎回到我的直播 我们好久不见 哈啰 大家 哈啰 大家 旁晚好 先把我这个耳 Live的link share给朋友们 有没有新年的气氛啊 大家觉得 有吗 有新年的气氛吗 有点潮是吗 因为这个 呃 外面 今天是在户外直播 哈啰 大家旁晚好 小孩子们已经开学了 对吗 大家的孩子们已经开学了 有吗 有声音吗 先看一下我自己的直播 看有没有声音 欢迎 欢迎回到我的直播 大家好久不见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去年 对吗 去年 一眨眼我们就跨年了 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主题就是这个大扫厨 大家有看到我的这个海报吗 有看到我海报 我的海报有着大扫厨的这个 让大家看一看我的海报 哈啰 哈啰 安林 潘婉好 很多人都在煮饭对吗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很多人在烹饪当中 因为孩子们要回来吃饭了 哦 应该是没有读到这么迟啦 全部下午就放学了 但是晚上还是要煮晚餐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大扫厨的话题 大家有听到我播放的这个 新年歌吗 是不是很有新年气氛 大家有看到已经有这个 呃 刮风吗 刮这个春风 这个天气一直在有吹着春风 过来 这样子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 大扫厨 那么每一年新年前哦 我们的父母亲哦 都会都会叫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会叫我们打扫对吗 都会叫我们打扫厨 一起打扫厨 这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每一年都会做的事情 对吗 会有会有线上的朋友们 一想到大扫厨就很怕嘛 有点怕对吗 因为大扫厨哦 是一件很累很累的事情啊 因为要做很多东西耶 比如要抹窗 每一家里每一个窗口 每一个地方都要抹干净 都要抹干净 然后还要把厕所每一个角落都洗干净 还有每一片镜子 如果家里很多很多镜子的朋友哦 大扫厨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因为要抹很多很多的镜子啊 然后家里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缝隙都要打扫干净耶 是不是 其实大扫厨会有点怕 一年一度的大扫厨会 会有点怕 因为可能每一个人要求的这个干净程度不一样 可能妈妈要求的这个干净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可能又随便做 其实我们看到觉得干净 但是妈妈看到觉得不干净 对吗 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做的事情啊 那么其实大家有没有很好奇 诶 明明哦 明明我们每一天哦 明明家里每一天都有打扫啊 家里每一天都有妈妈们打扫 还是我们自己都有打扫啊 这样为什么还是可以少处东西出来的 大家有没有很好奇 当我们深入的去打扫的时候 深入的去打理的时候 哇会吓一跳耶 很多东西少出来耶 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啊 其实哦 呃 很难啊 因为其实大扫厨厨 哦 其实你看 要用 要需要很多人去打扫 对吗 一个人也很难做到这么多啊 所以其实哦 年年大扫厨厨 可是哦 每一年大扫厨厨 都还是可以少出很多垃圾耶 其实虽然打扫的过程很累啊 但是打扫完的家会让人觉得这样 会让人觉得很舒服啊 会让人觉得欸 空气整个都很清新啊 每一年打扫啊 让人觉得空气都比较清新 然后住到也比较舒服 是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会满满的觉得欸 很幸福 会吗 嗯 但是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啊 其实你看哦 家里哦 美 我们这样子大扫厨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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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 家里的胶会更加的残 会更加的旧 会需要更大的工程 更多的时间去打理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家里年年都有打扫除 那么我们的身体呢 其实是跟家里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因为我们的家里面 你看家里里面有房间 有厕所 有厨房 有客厅 这样子我们身体呢 其实跟家一样的 我们身体里面 有心脏 有肝脏 有脾脏 有肾脏 然后还有肺部等等 对吗 其实 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么多的器官 这么多的系统 从头到脚 这样子其实我们出生到现在 我们有用过吗 我们有用过 我们有去照顾过我们的身体 我们有去滋养过它 我们有打扫除过吗 没有对吗 我相信线上的朋友们 应该也没有几个哦 有认真去滋养过身体 认真帮我们的身体打扫除 是不是 所以其实哦 我们要做的就是每一年哦 除了帮我们自己的家里打扫除之外哦 我们也要帮我们的身体 做打扫除啊 这个很重要啊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用得更长久啊 我们的身体才能够用得更长久 然后我们也能够才 我们也能够更健康 因为健康的身体哦 才能够陪伴我们自己 还有陪伴我们的家人更久啊 不然哦 满身病痛哦 其实是很辛苦的 对吗 因为为什么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slide 为什么家里要大扫除 为什么要帮身体大扫除 大家有想过这个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大家有想过这个原因吗 嗯 今天的线OK吗 因为我这里的转有点转不出来 嗯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帮我们的家里大扫除 为什么要帮身体大扫除呢 大家有想过吗 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其实大扫大扫除了是一种传统的文化 然后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习修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每一年我们会做的事情 然后让我们住到更舒服 让我们住到比较舒服 然后环境也很干净 空气也很清新啊 我们才会住到很舒服 很健康 很长久 其实是跟身体一样的道理 我们的身体哦 从出生到现在都没有打扫除过嘛 所以其实哦 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些小毛病啊 小毛病的产生啊 所以其实我们现代人哦 时常都不舒服耶 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们有哪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 看一下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在里面啊 是不是其中一个啊 那么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没有什么病痛啊 没有病没有痛 我就是健康啊 那么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这些亚健康的症状啊 如果大家有的话哦 可以写下来 可以告诉我 大家有这些症状啊 比如精神不好 每一天都很累啊 精神很不好啊 然后身体很酸痛啊 每天这边痛那边痛啊 然后还有就是很容易感冒 时常生病 吸引力下降 很容易忘东忘心 我们现在跟他讲这个东西哦 下一秒他就忘记了 还有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啊 比如 满脸痘痘啊 尤其是现在哦 戴口罩啊 很多人都有皮肤上的问题啊 然后还有就是睡眠妆 睡眠的障碍 比如睡不好 很难入眠 每一天都睡眠啊 再来就是 情绪很暴躁 情绪很焦虑 每一天都是 处于在很压力的状态下 然后很烦躁 还有就是很容易分心 尤其是小孩子上课 很容易分心 无法专心 然后就是肥胖的问题 现在十个 有可能六个都有肥胖的问题 对吗 还有就是脱头发 头发越来越少啊 其实这些都是 亚健康的状态 所以其实很多人 都有这些问题啊 所以其实哦 很少人是处在于 这个健康里面的 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哦 我们全世界有75%的人哦 都是在这个亚健康的 这个族群里面 75%啊 剩下几%呢 剩下25%的人 可能是在健康 也可能是在疾病 但是大多数人哦 都在这个亚健康里面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一个数目字来的 所以你看其实 我们如果这里里面哦 有中两个哦 就证明我们已经是在 亚健康的这个族群里面了 所以其实哦 我们哦 是不健康的 我们是亚健康的 我们是半健康的 嗯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一张图 然后 跟自己做一下对照 跟自己做一下这个 检查 到底自己是处于在健康里面 还是亚健康里面 还是疾病里面 这个很重要啊 嗯 哈喽 大家旁闻好 大家有没有肚子饿了 有吗 大家肚子饿了吗 彩琳问身体要怎样大扫除 啊 这个问题问到非常好 会为大家一一的做出解答 那安琳讲 长年累月下来 我们的身体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毒素 对 这是真的 尤其是我们在大城市哦 真的是每一天吃到很开心 很多选择 我们今天要吃日本餐 我们要吃 韩国餐 我们要吃烧烤 吃火锅 每一天换着吃哦 其实都吃不完啊 所以其实哦 一直这样子每一天累积累积累积 其实累积了非常多的毒素啊 嗯 这样子我们来看下去啊 其实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处在于啊 健康的状态呢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多的这些小毛病呢 到底是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有这些可怕的危机啊 每一天都在影响我们的健康啊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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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是避免得到的 有一些是避免不到的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刚刚有讲到的饮食习惯 就是我们大城市里面哦 很喜欢吃的这个 呃 好料啊 高热量 高档不存 高脂肪的 我们每一天都要吃好料啊 我们要聚餐 我们要喝一杯 然后我们要吃火锅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美食的选择了 对不对 彩琳讲一边准备晚餐 一边听你的直播 哦 哦 六点是准备晚餐的时间了 对吗 妈妈们 小孩子们都开学了 会很忙嘛 那么大家都在烦恼 开始烦恼 早上孩子们的早餐了 对吗 孩子们早上到底应该要吃什么 到底应该他们要准备什么给他们 对吗 但是我们来看下去 饮食习惯是非常 世界的影响我们的健康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好吃 追求大鱼大肉 然后我们都是追求这四个 每一天喝一杯啊 每一天喝一杯啤酒啊 所以其实每一天都喝进去 吃进去很多的这个东西 荷尔蒙 胃精 色素防腐剂 农药等等 所以其实这个饮食习惯哦 每一天三餐里面哦 其实是最直接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如何来运作的 所以一天一天累积 一天一天的削弱 我们的免疫系统 嗯 不用讲开学好忙哦 开学好忙哦 大家都开学了 对吗 他们在家的时候就很想他们回 回学校上课 他们开学的时候 我们又很忙对吗 其实真的是很难啊 嗯 但是我们来看下去啊 还有各种各样的污染 各种各样的污染 比如什么 比如空气污染 尤其是我们各地邻居 各地国家 呃 印尼每一年都会烧这个森林啊 那么它的烟哦 就会很浓很浓的 飘过来我们的国家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 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每一口气哦 都是这个烟埋啊 还有就是这个水源污染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这个 很不幸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烟水啊 尤其是霸生 非常严重的这个烟水啊 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水哦 是非常非常 脏的 然后怎样洗哦 都很难洗到干净啊 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每一天喝进去 过滤过后喝进去的这个水源来的 嗯 所以这个水源污染 还有这个空气污染 再来这个环境污染哦 我们都无法避免得到啊 再来就是这个情绪四条 尤其是我们呢 每一天都很压力 妈妈们每一天都很压力 准备什么早餐给孩子们啊 准备什么午餐 晚餐给孩子们 安顿孩子们 孩子们的功课 孩子们的作业 孩子们考试 那么妈妈们自己如果有工作 有上班了 又要烦自己的工作 又要安顿小孩子 一边忙碌 一边忙载送 一边忙自己的工作 对吗 其实很压力 过到每一天都是很紧绷啊 那个精神很紧绷的状态啊 嗯 所以妈妈们哦 是最伟大的 还有就是情绪很低落 有时候我们会为了一些事情 而影响我们一整天的情绪 而瞬间情绪上到了最高的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生气 我们生气小孩子不听话 生气老公 跟老公吵架等等 这些所有的相处方面啊 其实是马上直接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因为他会 因为这个情绪哦 他会马上 在半个小时里面 降低我们的免疫力 高达80% 这时候癌症的产生 就会上升到100%啊 所以其实哦 我们每当我们一情绪 一失控的时候 一发脾气 一生气的时候 还是感觉到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学会放松 我们要学会放过自己 然后我们要成就自己的健康 我们要为了自己的健康 不要这么容易的 情绪 情绪这个 幸福太大 嗯 哈喽 其实这里外面很舒服 因为很大风 然后太阳又要慢慢下山了 所以在外面直播是非常舒服的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辐射 哇 现在我这里就有三架的这个 有iPad 在播歌 在播十年歌 然后有电脑在直播 有电话在看留言 其实我们生活中哦 都是鸡不离手啊 我们睡觉也好 我们都习惯把电话放在旁边 因为我们想要看时间 早上起来要看时间 对吗 其实很难啊 我们也 也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件事情来的 因为我们一直都是 家里电器 然后家里的各种各样的家 家电等等都在我们身边啊 不止家里啊 还有就是公司 公司也是一样 有非常非常多的辐射 也是一个我们无法避免到的事情 再来就是病毒 其实有非常多的疾病哦 是因为病毒而引起的 比如有什么 比如有B型肝炎 还有肺炎 再来就是还有什么 还有就是子宫颈癌 子宫颈癌等等 这些都是病毒所引起的 再来就是Bi 这些都是病毒所引起的这些疾病啊 它是隐形的敌人啊 这个病毒真的是隐形的敌人 因为我们 我们跟 这个敌人跟我们相处了多久 跟我们相处了两年的时间啊 这两年疫情哦 其实它一直都在我们的身边 只是我们看不到它 还有就是这个化学致癌物 就是我们每一天会接触到 每一天会用到的这个日常用品 比如什么里面有 比如现在新年到了 我们会染头发 对吗 我们会染头发 其实染发剂里面就有这个SLS洗泡剂 还有我们每一天用的清洁用品 妈妈们洗碗 孩子们帮忙洗碗 还有就是洗厕所 磨地水 各种各样的清洁用品 里面都有这个SLS洗泡剂 还有就是越多泡泡的东西 有泡泡的东西就是这个SLS洗泡剂 它就是这个化学致癌物 也是我们一个没有办法避免到的一个事情来的 其实这些都是每一天在影响我们健康的这些危机 可怕的危机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无法避免 对吗 这些生活习惯 我们无法避免 但是这个饮食习惯是我们自己能够避免的 我们随时我们随着时间 一天一天把我们推去这个亚健康的族群里面 所以当我们没有关注他 我们在亚健康里面 但是我们没有关注他 我们没有改善 我们没有去在乎他 我们没有去照顾他 其实我们没有一天一天把它提升回来 其实我们就会慢慢进去这个疾病的群 这个族群里面 所以我们本来在亚健康 但是我们没有照顾 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就会去前面的一个 就是回去疾病里面 我们就会去到最新的族群里面 就是疾病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注意这件事情 使用讲没有泡泡洗到很不爽 像是讲没有泡泡会感觉很不干净 对 其实我们要看成分 有一些产品呢 比如我们 比如我自己在用的洗脸霜 其实就是有泡泡 但是我们可以确保他的这个安全 他的安全 他的SLS起泡剂是在安全的范围 而不是剥凉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多泡泡的 尤其是洗头发 尤其是洗脸 对吗 才感觉到干净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头号的杀手们 也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 等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有点 OK 让大家看这里的slide 比较清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也就是这个世界 头号杀手 其实从这个亚健康 去到疾病 是很快的一个时间 其实一年一年过去 会把我们推向这个疾病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头号杀手 心血管疾病 这个心血管疾病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据 其实我们一直都在关注这个新冠病毒 对吗 其实新冠病毒在去年 是只有471个人死亡 那么这个心血管疾病 在2020年有一万八千五十五百一十五个人 是属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所以它的数目 就是非常非常高的 它依然是我们马来西亚 依然是全世界的头号杀手 所以我们除了在关注 这个新冠病毒之外 我们还要很好的去照顾 我们的心血管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 再来第二个可怕的就是这个癌症 它是我们国家第二的杀手 其实这个数字也不断的在增加 也越来越多 其实在马来西亚 我们华人的这个患癌症的比例是最高的 比印度人比马来人还要更高 那么男性呢 他最容易患上的癌症 就是大肠癌 肺癌跟前列腺癌 那么女性呢 最常患的癌症就是乳癌 大肠癌跟子宫颈癌 大家有看到一个 一个共同点啊 就是大肠癌 所以大肠癌哦 它是我们国家也是非常非常多人 也是世界上很多人会得到的这个癌症 尤其是最近的报道 大家有看到吗 他时常泻肚子 他以为是小问题 结果去做检查 才发现是这个大肠癌的末期啊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些 每一天身体给出我们的这些讯号啊 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来的 嗯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就是脂肪肝 这个脂肪肝也是我们马来西亚 很多人有的一个疾病 那么每五个大马人里面 就有一名是患上脂肪肝的 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个数目质 那么脂肪肝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疗 我们唯有靠我们自己改善我们的饮食习惯 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 才能够慢慢的改善这个脂肪肝的问题啊 那么如果我们脂肪肝一直不要照顾呢 我们严重下去会怎样 会肿 我们的肝脏会肿 我们皮肤就会变到很滑 我们就会有黄胆 再来再严重一点 我们就会我们按下去我们会感觉到很痛 然后其实就已经变成肝抑化 再来它就会慢慢变肝癌 再恶化下去就是肝衰竭 那么我们就可能要等着患肝手术 那么其实等着患肝这个手术 其实要排队是排很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其实它也有很高的风险 然后其实也很难等到跟我们相同匹配的肝脏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疾病啊 它是一步一步把我们推向去这些 这个族群里面的 所以到底我们讲了这么多对吗 到底我们要怎样来预防这个疾病 我们怎样来改善这些小毛病 我们要怎样从这个亚健康 怎样从这个半健康讯号 回到去健康呢 其实是有的 也就是进行大扫除 就是帮我们的身体做大扫除 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们一定要每一年都为自己的身体做大扫除 这样子我们才可以一步一步的提升 那么明天的话题也是非常有趣 那就是如何来帮助我们的身体做大扫除 怎样帮身体做大扫除 刚刚柴玲有问到对吗 怎样帮身体做大扫除 怎样彻底做大扫除 因为其实我们大扫家里 我们大扫除都会做到很彻底对吗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细节 每一个地方 从前面到后面 从里面到外面 每一个地方我们都没有放过 那么身体也是一样的 从头到脚 从上到下 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气管 每一个系统 我们都不放过 那么是一个成分 一个餐厅 或者是一个植物 能够帮助我们从上到下吗 大家觉得可以吗 就很像今天我们要大扫除 一只扫把能够帮我们打扫干净 准备加吗 一个清扫 一个打理的用具 一个扫把可以帮我们打理干净吗 很难对吗 我们需要很多的工具 大扫除我们需要烧把 我们需要抹地步 我们需要吸尘机 我们需要这个刷纸 我们需要布对吗 所以明天 大家一定要留意 我们明天的这个直播 跟大家一起来解 跟大家一起来 做这个回答 到底要怎样彻底的做这个大扫除 才能够一步一步的回到我们健康的身体 才能一步一步的拥有回我们的健康 才能够把这些亚健康的状态 一个一个减 一个一个删掉 所以安铃讲得到这些疾病的原因 跟我们生活作息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吃到太好了 对 吃太好料了 海铃讲 很想知道 那么我们明天直播见 明天的直播非常的精彩 大家一定要留意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直播很有用的话 记得帮我按like跟share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怎样同时做家里的大扫除 也帮身体来一个大扫除 那么我们明天见 大家记得打开这个小铃铛 直播的小铃铛 明天就会收到直播的通知 那么我们明天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